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时间早晨的7点02分47秒 我们要跟您连线东吴大学 政治系的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跟大家聊聊 重要的国际新闻外电 老师您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 老师 这个礼拜我们看到这个新闻 其实我看到觉得 难道是来收割吗 我们通常讲收割 就是获取利益 前人的努力 但是现在换一个人来收割 这是怎么回事 俄国的总统普廷 他在11号旋风式的访问了三个中东国家 这个听说 听说 我看这个新闻上面说 一天三个国家 他的旅行的行程超过了4400公里 他来这一趟是干什么呢 这个很有意思 那么 我想先从大的脚来看好了 因为普丁 他是在上 就是在前一个礼拜 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宣布 他要进行连任 他进行连任 他进行连任 当然他又在进行连任 那就当然做到2024年 2024年 他就是总共当总统的 你看俄国是这样的 一任六年 一任两任 两任完了以后 不能连任 所以他两任完了以后 就休息了一任 休息一任 让他的小老弟 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 帮他打下手 他担任总理 那总理然后振任完了以后呢 然后他就说 那我再出来再选 再选呢 他就变得他当总统 梅德韦杰夫担当总理 于是一任往前 他又是再一任 就是总共第四次 第四次加起来呢 死了有24年 24年呢 上次宣布以后呢 他表示说 我为什么你们 为什么要出来呢 因为我有雄心嘛 我在外交上 我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企图性 那我也让俄国可以再次伟大 所以他这次完了以后 原因之一呢 那就是他宣风似的跑了三个国家 那么叙利亚 以及土耳其 整个这一项跑下来 你看我这个俄国多厉害 所以就表示我这个选举 出来选举 这是正确的 你们支持我是正确的 然后第二呢 原因呢 大的原因呢 那就是川普 因为刚刚宣布说 要把承认耶路撒冷 是以色列的一个首都 那么就中东一片哗然 那恶国呢 就是川普 我常常讲说 川普搅混了中东的恶水 然后这浑水了以后呢 很多人手就伸进来了 摸鱼 那么很多摸鱼 那当然其中有很多人的手 很多人手 那普京的手 当然是很大一只手 那他手呢 就表示 你看我 我这个恶国在中东 事实上是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非常重要的角色呢 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来表示说 你看不管是叙利亚问题啦 不管一巴问题啦 不管那问题 然后都 都必须靠恶国 他蹦 跑这一趟 包括他完了以后呢 大的轮廓 大概知道是 表达他的中东的角色以后 然后我们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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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拆嘛 是 你看他到叙利亚 他到叙利亚的时候呢 他是到了 他的空军基地 跟小阿塞德 巴西尔 阿塞德 见面 见面 谈叙利亚的情势 然后他做了一件 非常重要的 或者说有人讲的 宣布过很多次的 就是俄罗斯要撤军了 这不是去年已经说过了吗 那就是 就有意思在这里 他去年说过了以后呢 那就是 他说撤又没撤 撤又不撤 对不对 撤撤又停 撤撤又停 那么这一次呢 跟去年不太一样 虽然有人还是怀疑说 你不是真撤 那我们等一下再说 这次为什么不太一样呢 因为伊斯兰国 真的已经是 已经溃散了 因为不管是伊朗也好 伊朗人 或者伊拉克也好 他们两边呢 都说 伊拉克也就说 我把伊斯兰国占领的地方 都光复了 那伊朗也说 伊斯兰国已经亏散了 亏散了就表示呢 这个中东只需要重建 那么重建 所以俄罗斯讲说 我的任务达成了 正好就收 那我走 可是他走呢 他就说 如果遭受恐怖分子攻击的话 我随时会回来 那他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 就等于将美国一军嘛 那时候当年 我派兵进了叙利亚的时候呢 你们都说 我是怎么样的野心啊 或什么的 那想我走嘛 你们看看 我该打的打完了啊 那么他的任务也达成了 因为他把小阿瑟的政府 也给扶持了嘛 是 那剩下的 万一秩序建立不了 就不是我俄国人的事了 那你美国人 都是美国人的事 好 再看看美国人怎么做法 然后你看他这个撤啊 他说撤军 但他没 撤军有很多种啊 你是全撤呢 还是部分撤呢 你是撤的快呢 还是撤的慢呢 你是穿制服的撤了 然后或者穿便服的留下来呢 这个就很多 一整个光谱啊 就有很多不同撤的方法 然后俄罗斯的讲法就是说 这基地还是在啊 他基地基地还是在 基地还是在 但是呢 就是我走嘛 他也不要以深陷泥脑之中 因为要不然的话 这就打不完了 他说我走嘛 我走我走了 但是这个影响力都还在 然后看看西方怎么回答 好 我觉得这本身是 这本身是很有趣 那么抓的这个时间点 也等于像中东国家也示好 我俄罗斯在这边 并没有什么样的野心 可是呢 他的影响力都还在嘛 小艾德 小艾德前一阵子 前几天还特别跑到俄罗斯 跟这个 到索契 到跟这个上个月地 到索契 还跟这个俄罗斯去 等于是道谢 而且如果没有普丁进来的话 我这个政权将无以为耻 就把你 就已经垮了 所以你看俄罗斯 虽然走的影响力还在 基地还在 然后呢 留了个好名 然后问题呢 留给你西方自己解决 然后我又讲了一句话 万一任何问题 我随时可以回来 这是他在这个 叙利亚 然后到埃及呢 也有意思 他在埃及呢 当然也谈到 这个中东的情势什么的 他们也签一个协定 就是 就是俄罗斯要帮埃及 盖这个核电厂 核电厂 核电厂呢 那是埃及第一个核电厂 这个30个billion 很大的一个核电厂 俄罗斯输出核电 核电呢 当然也在谈到这个 就看到 那么 他们就开始正谈是 埃及要让俄罗斯用他的 这个军事基地 那埃及 埃及是美国的这个盟友 埃及是美国盟友 然后埃及呢 这个塞西将军呢 上单总统 当总统本来说 也许军事强人 不是特别注意到人权 那么但是川普上来 倒是 倒是很 跟塞西 就是很麻烦 有人说 哎呀你怎么都不谈 人权的问题了 很小心 要川普谈人权 跟塞西好像不错 那可是呢 这耶路撒冷问题 出来以后呢 那当然也让这个 埃及变得比较尴尬了 所以俄罗斯就趁机 跟埃及来谈 谈呢 就谈说 到底这个基地呢 是不是让他来使用 那么然后后来 又飞到安卡拉 安卡拉当然 见到鄂尔多安嘛 鄂尔多安呢 当然也是谈到 整个中东啊 整个情势 我们晓得在重建 叙利亚秩序呢 这个美国 土耳其 伊朗 不是 俄国 土耳其 伊朗 他们经常碰面 就是没有美国 没有美国 就美国没有参进来 就是 尤其是 俄国和土耳其 俄土耳其 这是他建 俄尔多安的 已经今年 他们第八次见面了 然后最近两个月 最近几个月 几乎没两个礼拜 见一次 那你晓得 这中间调诡 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土耳其 是北约的盟国 是 北约盟国 然后 然后呢 土耳其 跟俄国去买武器 买400防空飞弹系统 那么 那是谁怕谁 那俄国本来不卖 因为我如果卖给 卖给土耳其 土耳其万一 这个消息 北约盟国嘛 让一万一到美 被美国人拿到了 这个防空飞弹系统的情报 所以俄国本来就不卖 不卖呢 最近普京 有点改变主意了 那是因为 已经慢慢慢慢 把土耳其 拉到他这边来了 而且在叙利亚的问题上呢 调诡的地方是 普京呢 是支持小阿塞德的 土耳其呢 是支持反抗军的 那现在呢 两人支持两边的 为什么这么麻烦 走在一起呢 那其实就是 他们俄在一起 土耳其呢 是向俄国帮忙 防止库德族独立 因为在 埃斯溃散以后呢 那很多个个 比如说库德族 最近过去被埃斯打得很惨 或者说 那既然将界重化 那我们库德族 是不是有机会 能够独立呢 那库德族 要独立建国的话 土耳其 东南部 一大片都是 库德族的地区 所以土耳其就想说 其实本来是帮助 反抗军打小阿塞德 打小阿塞德 其实后来发现不重要 重要是 战后不能让 库德族趁机去独立 所以他就必须 跟俄国去改善关系 所以他们两个 就变得很麻烦 很麻烦 谈到说 将来这个秩序怎么做 当然了 你说旋风式的访问 不可能谈得多细了 可是他们现在 几乎没两个礼拜 就见这面 所以我说这里面 也有秀的部分在这里 就是旋风跑一趟 比如说普丁 我体力不错 然后在俄罗斯 重返国际舞台 然后你看 我一边放车军 一边修核电厂 都是以前都谈完了 然后最后再跟 安卡拉这边点一下 然后再回去 也是很厉害 一天跑三国家 很少 过去没见过 有这么旋风式的 这个元首的高峰的一个会议 老师我们这样来看 这个事情的背后 因为上个礼拜 我们讨论过 川普他承认了 就是把这个 驻以色列大使馆 迁到耶路撒冷去 这等于根据 刚刚您所说的 他真的搅乱了 中东的一池混水了 好 那现在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川普他在美国 在这个中东的势力 慢慢慢慢的消退 可是现在 真的就是 俄国就进来 这样子接收了 就渐渐俄国就在 中东的影响力 就做大了 是这样子 应该是这样讲 各国都有一些企图性 中国大陆也有 对 中国大陆也有 所以王毅就讲了 他说我们可以来 调停以巴的和解 王毅也来 莫迪也来 印度总理莫迪 完了以后 然后莫迪说 我访问巴勒斯坦 我也想 因为莫迪为什么 表示说 他是阿拉伯人 他也想有影响力 因为其实印度 和他隔壁巴基斯坦 就是回教 回教这些冲突 所以莫迪也在经营 他中东 不管是以欧 不管是跟回教族的关系 所以莫迪也在经营 所以莫迪也来 俄罗斯也来 那么中国大陆也来 那么当然 就是说 你美国已经交混了 那总要有人收拾一下 有人缓和一下 也来 那土耳其 他当然也有企图性 他说 受着穆斯林国家 那么从来到集中 集中在我们这边 到土耳其 然后这个研究 怎么接受 这个后 川普的宣布之后 一个什么情况 然后呢 伊朗也趁机 也来 伊朗也来 伊朗不是跟 在沙烏地是对抗的吗 在沙烏地 但是他说 我们俩可以和解 我们和解来对抗 这个美国和以色列 但是呢 你沙烏地 必须先讲清楚 你跟以色列中间 到底什么关系啊 他也趁机想查 因为 为什么会讲这个呢 因为沙烏地的王初啊 穆罕默德 非常年轻 32岁 32岁 那么 川普这边呢 那么做中东政策 做中政策呢 是川普的女婿 库斯大 库斯大呢 也是犹太人 你看是两个年轻人 一个库斯大 第一驸马 然后那个是第一王初 然后两人见面呢 就是犹太人 跟阿拉伯人的研究说 那我们怎么样的 怎么推动中东和平 那么沙烏地呢 事实上 他为什么跟以色列 有点 有点这个 私底下的一些 没来眼去 或者一些交往呢 因为以色列 给帮他打真主党 黎巴嫩南部的 真主党呢 是什叶派 是伊朗的势力 伊朗势力呢 那真主党呢 不承认以色列的势力 那是以色列跟真主党 一直有对抗 真主党是伊朗的嘛 至于是什叶派嘛 沙烏地呢 是逊尼派 沙烏地也不喜欢真主党 沙烏地就跟以色列呢 这当然就有一些 一些一些 没来眼去 那是伊朗 看在里面就很生气啊 那你怎么跟以色列 没来眼去呢 是伊朗 就是卢哈尼 就跟这个 沙烏地喊话 说现在 伊路撒冷的情况有变啊 我们可以和解 但是呢 你先断绝 跟以色列的来往 那当然不见得会成了 只是说 局势一混乱了以后呢 大家都想趁机 各取所需嘛 那你说俄罗斯 会不会就赢呢 其实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 俄罗斯的外交上 整个这样子 耍起来的话呢 它需要银弹啊 你的银弹是什么呢 它要把油价 跟天然气的价格 要炒上来 它这样才有子弹 才可以耍着 市场的外交 所以它才会同意 稍微就跟他讲说 我们是石油减产啊 把油价打上来 这也是原因之一啊 这背后的这个因素 真是复杂啊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在 刘碧荣时间 这个单元里面呢 我们要跟您连线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的 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 为我们解说 重要的国际新闻 外电的背后的趋势呢 值得我们一起来关注 我们要稍微先休息一下 也请老师电话 先不要挂断啊 我们在广告过后 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RTI艺文馆上架咯 请输入网址 arts.rti.tw 里面搜入了 古今中外 优质艺术或文学作品 其中与北美馆合作 说出优质画作的 生动美术馆 您绝对不能错过 即日起到12月27号止 只要观看 生动美术馆影音 到画作实景拍照 或截图上传 并留下观赏心得 即可参加活动 新台币一万元现金 口袋列印相机 北美馆书签 故宫钥匙圈等好礼 等你来拿 活动详情请上央广官网 www.rti.org.tw查询 或到脸书搜寻关键字 rti艺文馆 中国大陆听网友 也可以直接email至 rti-players at gmail.com 信箱参与活动哦 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要一口然后收听 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时间已经超过了早晨的7点18分了 我们为您连线 东吴大学政治系列刘碧荣老师 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其他的外电 刚刚我们有谈到川普啊 川普在11号的时候 正式签署了行政命令 他指示这个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要重返月球 而且设为这个太空计划的首个目标 那最后他们还要到火星去 这个时候 我记得这里边我们讨论川普 他真的是这个蜡烛两头烧 他这时候还要再另起一个战火吗 这样子 其实呢 这个应该是欧巴马时候 就有这样的计划 欧巴马时候有这样计划 所以川普并没有说我不做 然后他就说我们继续往上冲 那其实呢 让美国再次伟大呢 你晓得川普虽然说他是减税 他虽然是减少支出 但是呢 他对于国防方面 他还是有很大的企图性的 所以他认 不管是你看他 他去年 今天夏天吧 他宣布派兵 4000人进到阿富汗 然后他这个建军呢 也让美国再次伟大 建军也是很大一个部分 那最近问的 为什么太空呢 各国都在忙太空 所以你可以看这问题 一看不管是 这个印度 印度有好几次 印度已经标榜 他花钱比美国省得多 美国拍电影花的钱 比拍的太空电影花的钱 比印度真正的太空计划的钱 还多 他很便宜的 给你登上月球 然后呢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也很大的企图性 他说不但他进到月球的背面 这个背面 所以他的嫦娥5号 嫦娥6号 他也2020年 他也要探索火星 中国大陆也在做 那么日本也想跟上 也希望争取 把日本的这个日籍太空人 能够送上去 那大家都想说 不管用各国的 卫星的导航 这个系统 那么卫星上面 可以收集很多的这种 不管是气象啦 军事啦 各种各种科学 或者各种各种各种的情报 那情报呢 所以美国呢 美国已经 美国这阵子 这个上面已经沉寂了 好一阵子了 沉寂好一阵子 所以后来川普 所以为什么很多太空人 什么就 就说纳萨也有建议 建议后来川普说好 那么就是我们是在发展 发展在夜球上建基地 下一周在发展火星 可是他并没有给一个时间表 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什么他就给一个大的方向 那大的方向是怎么走 那么那你说 如果说是因为川普点燃了 什么太空的一个竞争的 也不是 因为各国都在竞争 都在竞争 所以现在太空上变成一个 要作为大国的一个 等于标准配备了 所以美国这方面不能落后 所以他整个再来一次 另外还有一个新闻 我也特别注意到 就是法国 就是之前我们看到川普他退出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的 这个重要的这个巴黎协定 那这是一个环保相关的一个 一个协定 那现在这个法国总统 马克宏 他呢12号又在巴黎 主持他发起的这个世界气候峰会 一个地球高峰会 那么这么多个国家都一起来了 结果就是没有川普 那当然川普他自己退出了嘛 马克宏他想要借由这样一个峰会 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 那这个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马克宏充满了一个 政治上的企图性啊 你看当美国开始退的时候呢 那就是法国就是我来填空吧 当然就是你不是你世界舞台 你往后退 那我来我来引领 我来引领呢 那有的好几个方面 不管是中东政策也好 你刚刚讲的巴黎气候协定也好 巴黎气候峰会 然后你看这次峰会呢 12号 他只开了一天 他只开一天 他一天呢 在塞奈河上的一个小岛上开 他让他开了一天 一天呢 但是他这么 但是你看他喊的口号 让地球再次伟大 美国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俄国 刚刚你说要让俄国再度伟大 对不对 每个人都想自己很伟大 因为当地球再度伟大 就表示你美国不管的是 我出 那事实上呢 川普呢 没有去的原因是 没有受邀 美国是大使去了 你感觉上好像说是 川普北格不去 不是因为你川普 已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那么马克宏说 那我就不邀请你了 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 川普裁减了 研究的气候峰会的这些政策 因为他觉得这个骗局嘛 他裁减了这经费 因为马克宏说我出钱嘛 我出钱 所以他在峰会前一天11号呢 他宣布播出3000万欧元的这个预算 启动让地球再次伟大的计划 他赞助18名科学家 那么赞助18名科学家里面的 13个是美国的研究员 也就是说呢 你看这才是 这才是让美国很尴尬的 那么以前都就是 美国出钱来干的 如果美国支持的话 现在美国不出钱了 那美国的科学家 很多经费被砍了 很多人没工作了 实验室要关门了 那法国说没问题 我出钱嘛 我出钱 那我出钱 我来 我来资助你们嘛 那至于我选哪些人 选哪些实验室 哪些什么的 那是我 但是这就告诉你说 你美国不做 我做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 马克宏呢 从你如果把他放大来看 你看我们刚前一段 我们谈到这个 川普耶路撒冷的问题 有点问题 后来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以色列总理纳特亚胡 到了巴黎 到了巴黎 他当然想希望支持 整个欧盟啊 整个巴黎 带到布鲁塞尔 这个法国欧盟支持 后来就跟马克宏 直接强声啊 马克宏说 美国怎么做不管啊 那你以色列的首都 就在特拉维夫 不在耶路撒冷啊 是 那当然就跟 跟那个 大带亚胡讲的 不太高兴 但是中东问题 他说你看 我出来代表西方家族 我讲话嘛 本来我们只是看说 在欧洲问题的话呢 梅克尔 那么他的实力 逐渐逐渐的 这个衰退 那这个衰退呢 马克宏取而代之 现在由这种迹象 巴黎峰会的 气候峰会的情况来看呢 马克宏不只想领导欧洲啊 他想领导西方啊 那这个位置 就是他希望 能不能够真正填进去 是一件事 但是他是想去填啊 这个这个 所以这个年轻的总统 也其实是不可小看 可是马克宏 自己在法国的这个民调 就是他施政的这个民调 其实是下错的耶 但是他是 他有些政策 好像是下错的 但是因为 但是目前呢 也几乎没有人能够取代他 没有人取代他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很有趣 没有人取代他 没有取代他 他自己也在也在想说 那既然这样子 本来如果就欧洲来讲的话 你看德国跟法国 是欧洲整合的双引擎 那德国现在的政府 都还组不出来 所以梅克尔选择 也就自己选择很气馁 那这双引擎 有个引擎都快熄火了嘛 那当然就是 那就是法国说 那我来引领 往来你碰到川普 又这样子 你动不动 就开始带领美国走向 好像重新孤立 那很多所谓 被西方的最后退崇的 西方的价值 没有人在那里捍卫了 那马克宏说 那我嘛 那我在想 所以不管中东 不管气候 不管多事情 所以你看他很多时候 他很多重要的场合 你像接着看 他会找时间发言 那发言大家都会注意 马克宏说什么 如果是变成一个趋势的话 法国也拿钱 防御出兵 然后欧洲的经济 结构性的经济 就开始起来以后 法国是不是能够 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在观察的 哇 这个老师经过你今天的解说 突然我就觉得说 这个机会是随时都有 就机会来的时候 能不能抓到那个timing 马上就站上那个舞台 像刚刚我们看的普丁 像现在这个马克宏 都是这样 对 就严格来讲 你如果说 从放大来讲 他们几个有企图心的领袖 外交动作都很大 是 都很大 然后他们有这能力 也有这个体力 但是就是说 你一旦完了以后 你国家的国力 能不能支撑 这个长久的一个 这才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关键 是的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在刘碧荣时间里面 跟您连线东吴大学 政治系的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跟大家聊 重要的国际新闻外电 而刚刚的这几个重要的新闻 我们听来都非常非常有感触 我们也谢谢老师 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